音樂 謝謝老闆 在香港用電子之貨都愈來愈普遍 但相比起內地 我們的腳步始終都係慢一些 有調查說 在內地的電子之貨沈透率已經達到九成 基本你想到的消費 都可以用電子支付 但這個模式 會否隨著這張電子人民幣的出現 由所改變呢 這張一元人民幣 看下去和平時用開的不同 看真點 原來是網上流傳的一張截圖 寫明是數字貨幣 整個頁面顯示的是 由商業銀行開發的數字錢包 雖然這幾張照片很快就被刪除 但銀行的數字貨幣研究所已經承認 在深圳、蘇州、成都 以及鴻安四個城市 在推行數字貨幣的內部測試 一旦發行 會對普羅大眾的生活有甚麼影響呢 數字貨幣 其實真正來說 就是非實體貨幣 沒甚麼特別的 所以我想大家就不要覺得 這件事這麼神奇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 對老百姓的影響其實並不很大 就如同原來用支援和微信一樣 去使用數字錢包 內地由2014年開始研究法定數字貨幣 2018年宣布名為DCEP DCE指的是數字化的貨幣 EP就是電子支付 數字貨幣的用法可能跟電子支付沒甚麼區別 但本質上差天共地 數字貨幣是由央行發行的貨幣 而電子支付只是一個交易的渠道 根據目前公開的資料 央行對數字貨幣的定位 主要是用來取代市面上流通的紙幣和硬幣 數字貨幣亦支援雙離線支付 只要手機碰一碰 不用網絡就可以過數 如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等 是經過10名認證 透過互聯網基於商業銀行存款 來進行轉賬 另外,數字貨幣的交易紀錄都會被加密 向商業銀行、第三方平台等等匿名 只得央行有權限去看 以追蹤資金的流向 為甚麼很多自由貿易區 原則上 資本可以流入流出 自由的,原則上 但實際上做不到 為甚麼? 很簡單 上海是自由貿易區 那些錢進入上海 可不可以繼續去南京 繼續去廣州 可以不可以? 你說可以 那就等於全國開放 可能你說 那些錢進入上海 要等一年 才可以再進去 這個blockchain 就有用了 返返年就有用了 之後你的錢進去 我調查這些錢 一年之內 你在上海 怎樣都可以走 但不可以走到 內地其他地方 內地學者就認為 追蹤資金流向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可以有助資金精準投放 原來我們央行發行的貨幣 那這樣的貨幣流通的效率如何? 是不是真正流通到 所希望的商業領域當中 其實原來是不太好監控到的 那基於這樣的一個體系 是比較有利於整個貨幣運行體系的監控 未來我們甚至可以 我們發行數字貨幣的成本 從某種角度來講 可能會無限趨勤領 全球負利率的時代到來 我們一旦能夠使用數字貨幣 無論是從成本的空間 還是監督的有效性 這些維度來講 給我們提供了巨大的政策的空間 他預計為了防止洗黑錢 和資金外流 數字貨幣都會有大額的限制 而為了維持現有貨幣體系的穩定 央行會以1比1的比例 將數字貨幣兌換給銀行 或者其他營運機構 公眾再向他們申請兌換 但推動了數字貨幣 又是否代表紙幣會全面消失 傳統貨幣和傳統支付流通的形式 不可能完全取代掉 但是從國內的使用場景來看 我們相信未來3到5年 大部分的C端使用的場景 應該都會轉化成數字貨幣的應用 現在多個國家已經著手研究數字貨幣 2月的時候 瑞典央行宣布測試 數字貨幣變指黑浪 南韓央行亦都預計 他們的數字貨幣 會在明年進行小範圍的試點 推行數字貨幣已經是大勢所趨 如果內地率先建立這個體系 遲下還可以拉攏其他國家 一起建立新的結算系統 首次推廣5G標準 那麼香港又可以怎樣捉住這個機遇 вот市場再現代